好 继续看到花林南区的富里乡民代表会 4号进行了第二天的定期大会 那么一开始就由代表潘武雄 针对明媛客取消冬礼的业绩活动预算经费提出了疑虑 认为冬礼在推广平补文化 乡公所应该要全力支持 富里乡民代表会11月4号进行第二天的定期会 一开始就由代表潘武雄针对明媛客取消冬礼的业绩活动预算经费提出了疑虑 认为冬礼在推广平补文化 乡公所应该要全力支持 明媛客长则是回应 因为办理活动时参与人数逐年变少 所以已经交由各协会来办理 不是 是这样啦 因为这两年办的结果就是成效不是那么好嘛 因为人数越来越少 而且办的时候呢 像那个平补跟工业协会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办理的地点 所以呢就有声音传出来 就是说是不是要把这个活动 由他们自己协会各自去办理会比较好 代表会主席张金富则是说 参与活动人数变少更不能取消预算 要将出于是人员去参加的人员少跟多 这个是你们自己主办单位跟协会他们调节不好 才会搞到人越来越少 是没有吸引力 是没有吸引力 少年啊都不出来 都老了而已 你们要去深思检讨这个问题出来 另外代表徐秀之认为 是民员客长要担起责任也是他的属实 开会决议的话 他们不像相公所主办 然后由他们自己去办的话 那我想经费的部分 是他们自己要去做承担的部分 那而且我们平常心说 我们相公所有编该项的预算 这是我们相公所就有责任里面 出来主导这件事情 不理相公所回应 公所非常重视大庄业绩 不过明年的各项预算已经编列下去 所以基本上明年的业绩活动 公所会好好辅导跟协会沟通 公所会全体配合 记者高松松不理将采访报道